就算是要換弦也好 看看可不可以不要拿起之弓 這也是一個壞習慣 很多時候我見到學生 譬如拉完A弦 譬如8的第四小節 拉完兩拍他會這樣的 上弓 1 2 拿起之弓然後再拉旁邊那一條弦 第二行 我們不可以這樣不是盡量 不可以這樣 應該是兩拍 1 2 你要給時間去感覺一下這個重量的轉變 你不要去跳過它 你拿起了一支弓 你是避開了這個感覺 你沒有機會讓自己去感覺這個平衡 這個力度的轉變 那麼 在這個階段你不可以避開它 而你的目標就是看一下換弦 換弦之後那個音能不能保持很輕的 還是 你是任由之弓的重力去壓出來 有人經常問我我應該用多少力 用多少力才夠啊 或者用多少力 這一點是我講不到給你聽 那你只能夠是憑什麼去判斷呢 就是憑你最後出來的音色 出來的音色是怎樣呢 你就知道應該是用多少或者多少力 我們不可以講一個方法 我們是要講方法 你想出到什麼效果 你想出到什麼效果 你自然知道那個方法應該是怎樣 你想畫幅畫是多大 你自然知道應該用多大的 油掃或者畫筆 對不對 所以最後那個效果 你一直聽 一邊拉的時候 你是不是一邊聽 還是你的注意力 只是擠在譜上面那些指法啊 那些落功上功啊 如果你覺得難 因為你每一樣東西都是獨立的去看他們 你不讓他們協調呢 那這一點選抵琴就真的很難的 你以為你要學ABCDE 1234578910樣東西 但不是 其實這10樣東西其實是一樣的 你不要獨立去看它 我們是沒錯 每一樣東西是有一點點技巧 我們要注意 但是其實它背後呢 是說你想出到什麼樣的音 你想拉出來的音是怎樣 你想說話的語氣是怎樣 千萬不要讓手指弓去了別的位置 你的手指弓不應該是這樣 或者是這樣 手指弓應該是食指 因為其實呢 這個才是把位 這個把位是靠食指和手指弓去決定的 不只是靠一隻手指的 所以大家拉的時候 留意一下你的手指弓的位置 等等 你的手指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